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165期参考信息 年底,彩票大奖开出来的多了 花10万周2.2亿还不用缴税的事 江西民政厅还在调查 不过是否会发通报,他们也不清楚 其他地方也开出了不少大奖 1000万集以下的我们先不算 11月4日,河南浦阳县一位幸运儿 中了题材大乐透十注一等奖 奖金8662万,是河南题材史上的第一大奖 一个月后他到郑州领奖,捐了5300万 说觉得钱太多,在当地也花不完 不会因为中奖就躺平了 12月12日,福彩双色球开奖 全国7个省一共开出32注一等奖 其中22注在广州南沙一处站点 总奖金1.44亿 创下了广州福彩的最高纪录 站点负责人说,得主是一名熟客 一直坚守首号投注 这次中奖的号码已经守了三年 14日,得主杨先生携妻子献身对奖 这两年,河北广西都有中了几千万和上亿的彩名 选择不告诉妻子和孩子 说担心他们太激动 怕他们太膨胀,从此不努力 这对夫妻一起领奖 似乎给过亿大奖增加了不少真实感和温情 广州上次开出议员大奖还是十年前 2013年出了1.08亿、1.07亿两个双色球议员大奖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八位彩名中过议员以上大奖 要不咱们也去碰碰运气 还是等江西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再去 同样一个多亿的小目标 这来钱的路数就不一样 年底了,法院也要轻轻库存 几只大老虎领行了 12月13日,一审开庭14个月后 辽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薛衡被判17年 他从2005年至2021年非法收受财务1.35亿多 但这个数字在连续三任辽宁公安厅长中是最少的 他的前任李文喜、继任者王大伟的受贿金额都在5.5亿上下 12月12日,默认铁道部长、铁道公司首任总经理 盛光祖一审被判15年 他从2004年到2022年受贿6300多万 退休6年的盛光祖去年3月被查 今年8月一审过堂速度比较快 上周,国家粮食和物资局原局长张务峰一审被判10年 他从2003到2022年非法收受财务1647万 其中160万致案发时尚未实际取得 12月9日是国际反腐败日 最高检发布时期粮食购销领域植物犯罪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纪检机关在全国专项诊治粮食购销领域的腐败问题 已打下三只老虎 除了张务峰,还有中储良原副总经理徐宝毅 受贿1380万不算多 但今年6月被判17年 因为还有内幕交易罪以及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 这项罪名在大老虎的身上非常罕见 徐宝毅在中国供销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任上 曾造成国有公司损失1.01亿多 另一位是张务峰的副手 原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明 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重庆某任一把手的大秘 曾任重庆市委秘书长 因受贿5000多万,今年7月被判15年 更贴近基层的案子 大家可以用粮食购销领域警示教育大会 粮食购销领域典型腐败案例等关键词查询 看看粮耗子套取国家托市粮收购资金的手段 比如转圈粮、生意粮、损耗粮等等 如何做到谁浅招招入军口 11月的经济数据基本出炉 有习有忧 外贸有了奇稳迹象 以人民币计进出口连续两个月增长 以美元计算 11月出口实现同比正增长 是今年5月来的第一次 但进口同比增速时隔一个月再次转负 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的价格超预期回落 10月、11月官方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在融枯线以下 统计局表示 需求不足是当前制造业的主要困难 在双11核低基数的推动下 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加速增长 但不及预期 环比则出现下降 11月的CPI同比环比双降 降幅均为0.5% 三年来最大 也是CPI连续第二个月同比下降 统计局再次表示不会出现通缩 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三个月 维持在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 但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仍在等待完善 1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 涉容同比多增 仍然靠政府加杠杆支撑 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 前11个月 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2% 主要得益于第一大税种增值税 去年同期流底退税较多 基数较低 其他多数税种都出现了下滑 土地和房地产的相关税收也表现低迷 不过近期随着稳楼市力度加大 降幅缩窄 在这个背景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各路机构和媒体免不了要寻张摘据 逐字对比 寻找新提法 但翻了一圈 没有多少值得介绍的 还不如老胡讲的直白 老胡说 这相当于赶走了林子里的野兽 在空地上撒满食物 让各种所有制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鸟儿们 都来欢聚 坐潮繁衍 接下来 谁再放冷枪 惊吓企业就是大逆不道 但这个比喻 是不是有哪里不太对劲 今年是日本企业 30多年来 加薪幅度最大的一年 12日朝日新闻披露 日本将针对涨薪7%以上的企业 实施税收减免政策 引起不少中国网友的注意 14日 日本两大执政党 敲定了明年税制修改大纲 对于企业 税收优惠扩大到 加薪7%及以上的大公司 如果有与培训和儿童保育 支持相关的抵免资格 那么薪酬增加额的35% 可以抵税 中小企业最高可以扣除45% 加薪3%到7%的公司 扣除15%到25% 如果企业当前亏损 减税权力可以延后5年 此外 半导体纯电动汽车产业 也有长达10年的税收减免 对于个人和家庭 年收入低于2000万日元 也就是13.7万美元的家庭 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 定额减税 每人4万日元 低收入家庭 每户将发放7万日元 18岁以下子女 每人再增加5万日元 育儿支援也将得到扩充 11月初 为了挽救支持率和抗击通胀 日本内阁通过了 17万亿日元 约合11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配套 加上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 总规模可达37.4万亿日元 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人目前的最大挑战 是工资增长 跟不上物价上涨 他将带领企业界 为明年涨薪置顶目标 并罕见的与日本最大的企业 游说团体和工会联合会的负责人会晤 日本企业明年有望实现薪资的两连涨 从而追上物价的上涨 日本央行的货币刺激政策备受争议 持续稳定的薪资增长幅度 有助于结束这项政策 市场押注 日本央行可能在明年4月左右终结负利率 今年以来 日本股市涨幅超过25%居全球前列 甚至华尔街的看空党全部阵亡 市场预计日股还有12%到15%的上涨空间 往南看看 越南最近成了香菠菠 9月拜登到访将美越关系连升两级 与中越俄越的全面战略伙伴相同 12月12日 中国领导人访越 宣布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但对于命运共同体的说法 越南的措辞略有差别 用的是越中共享未来共同体 访问前 中国驻越南大使表示 中方院协助越南升级广西至河内的铁路 达成的联合声明里有相关的内容 比如推动中越跨境标准轨铁路连通 研究推进越南老街至河内至海房的标准轨铁路建设 建设中国巴萨至越南巴萨的红河介河公路大桥 越南也是英伟达CEO黄仁勋八天四国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12月11日 他在越南计划与投资部举办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会议上说 希望将越南建成英伟达的第二故乡 将设立一个半导体基地 英伟达目前在越南投资约2.5亿美元 越南是多家大型芯片组装厂所在地 今年9月 美越建立了半导体合作伙伴关系 本月初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主席和美国公司代表访越 11月下旬在与日本建交50周年之际 越南国家主席访日 日月关系也从纵深战略伙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日本排第四 不过越南政府网站称 日本是第一大经济伙伴 因为日本也是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最大提供国 劳务输出第二大目的国 在投资和旅游方面排第三 日本是第一个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的G7国家 两次邀请越南出席G7峰会扩大会议 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今天起 日本与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50周年纪念峰会在东京举行 聚焦能源与安全合作 包括海上领域的合作 看看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8 关注了两周 但没怎么讲 13日经过一整天的加持赛 198个国家终于达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同意减少化石燃料消费的气候协议 本届大会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 首先是东道主 气候大会选在十大产油国之一的阿联酋举行 招来了强烈的质疑 且大会主席由阿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主席出任 该公司计划2027年前 比2021年的产能翻一翻 激起了更大的争议 阿联酋不得不大出血 宣布捐款300亿美元成立气候基金 加速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还认领了1亿美元的损失和损害基金 承诺出2亿美元帮助受气候灾难冲击的贫穷国家 再出1.5亿美元资助水安全解决方案 本届大会规模是去年的两倍 除了走出疫情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代表团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各类企业 人数和活动数量都创下了记录 大会主要议程由欧美等发达国家 加小岛屿国家联盟 加非洲南美部分发展中国家主导 中国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 最大的能源进口国 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没有成为显眼的靶子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外交官得力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形容 这是他最难的一次 其次是因为中美合作 中美上月签署阳光之乡声明 合作推动了COP28成功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或许对全面退出化石能源心存疑虑 但我们同时也是工业大国 出口大国 能源贫瘠国和新能源大国 拥抱气候正义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比如东道主阿联酋提议 所有国家承诺到2030年 把可再生能源增加到三倍 结果中国远景能源CEO在迪拜说 三倍这不是有远见的想法 看看过去风能和太阳能的增长率 会发现三倍并不困难 因为所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都低于化石燃料 再比如发达国家提出的两个1000亿美元基金 也是中国企业出口设备的机会 还有就是OPEC 这个组织控制着全球80% 以探明的石油储备和40%产量 作为利益群体 这次太跳了 谈判中超过100个国家 同意在决议中写入逐步淘汰化石能源 包括美国 加拿大 挪威等产油国 但OPEC强烈反对 还致信13个成员国 和以俄罗斯为首的10个石油盟友 让他们抵制关于淘汰化石能源的表述 双方僵持不下 第三版《暗文草案》中 有关化石燃料的表述被删除 一度激起重怒 最终达成的文本 呼吁以公正 有序和公平的方式 在这关键的十年中加快行动 实现能源系统向不使用化石燃料过度 到2050年实现与科学相符的净零排放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坦言 虽然没有在迪拜翻过化石燃料时代的篇章 但这一成果是结束化石燃料的开始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称 在地缘冲突加剧的当下 让人们终于看到一次多边主义的希望 COP28为气候行动筹集了超过850亿美元的资金 启动了损失与损害基金 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的小岛屿国家 仍然难以接受 萨摩亚代表39个国家组成的小岛屿国家联盟 对能源转型的条款提出了特别关切 孟加拉国也表示非常失望 称最终文本受到利益集团的主导 欧盟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支持了两国的发言 欧佩克扳回一点局面 但在新的气候协议下 产油国只能卖一桶试一桶 减产保价越来越难 石油价格飙升只会让消费者更快地投奔新能源车 国际能源署14日也警告 石油需求增长放缓的证据越来越多 增长动力日益丧失反映出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 COP28大会的后半城统期 普京访问了阿联酋和沙特讨论石油问题 以及中东和乌克兰局势 俄罗斯和沙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五分之一 上个月OPEC家会议推迟了几天 因为沙特能源大臣希望俄罗斯做出更多的保证 旅行承诺减少出口 石油是俄罗斯财政和战争经费的重要来源 俄罗斯与沙特的石油关系时常不稳定 毕竟是竞争者 中东国家也在寻找自己的突围方式 比如主权基金扩大在欧美和亚太的科技投资 而沙特12月5日推出了税收大礼包 跨国企业在沙特设立地区总部 可免30年的企业所得税 沙特的企业所得税是20%比周边高不少 目前跨国企业的中东总部 喜欢设在巴林或者迪拜 巴林是唯一没有广泛征企业所得税的海湾国家 但正讨论开征 阿联酋也从今年6月开始 对年利润超过10万美元的企业争所得税 沙特前年说 2023年底布莱社地区总部的跨国企业 拿不到政府订单 过去几年不少西方企业 已经宣布将地区的总部搬到沙特 包括百事可乐 联合利华 德勤 普华永道 而大量承接沙特政府基建项目的 中国建筑类国企以及华为 也要抉择是否将地区的总部搬到沙特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下周一再见